你们知道在日本想吃个冰淇淋有多难吧 有朋友说日本的寿司就一坨米饭 加一块啥都没味道的生的 他吃不惯 为了他能够习惯 同时不远万里带我坐电车 来到海边集市上的一家店 哇 那么多人 我以为他理解的是吃不惯生的 可当服务员把菜端上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理解成吃不惯只有一块生的 这回米饭上可不止一块 满满的一桶虾 这虾得拨多长时间啊 怕你觉得没什么味道 桌上还有酱油和芝麻酱 先来点酱油 这让我从何下口 是我想象中的软糯 但没有那么甜 再来点芝麻酱 生虾蘸芝麻酱 还是头一次吃 够咋地 太甜了 芝麻酱 自制一口海鲜饭 生的虾配上生的海胆 再来点芥末 这一口满满的海鲜 这肩膀又甜又辣 非常的刺激 像在嘴里开了汤过山车 一开始是被同事的海鲜饭的外表索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尝了快筋锹于中腐 在哪里吃的是中腐 吃的是一口的肥油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海胆 吃到嘴里才发现一点都不普通 这海胆吃到嘴里感觉像把整个厕所给吃进去 好不容易吃完 想吃个冰淇淋束束口 同事说他去买 可没想到 这是啥 这就是冰淇淋 用金枪鱼做的冰淇淋 它给你擦了瓶酱油 既然擦的就来点 这除了金枪鱼就没别的东西了吗 还好底下都是醋饭